2014大選 很多人說會不會是 戰爭跟和平的選擇呢 賴副總統告訴我們 不是 因為他要和平 那麼當我們最新的消息發現 義務役恢復一年訓之後 新訓要做一件事情 叫做手榴彈的實彈投擲訓練 畫面都有了 我們想想 當時在6月份的時候 賴副總統說 義務役是不用上戰場的 雖然你的疫情延長了 好像要恢復到當年的樣子 會不會越遠越長了也不知道 但就是說反正你是義務役 是不用上戰場 不用擔心 那麼當時很多立委質疑 他是在誤導大眾 因為職業軍人才會是主力部隊 義務軍人不會前往第一線的戰場 大家都覺得這個是在呼嚨大家嗎 那不上戰場 為什麼要訓練投手榴彈 更何況他的政治性格 在PTT上面討論 就是這樣 硬拗有名的冠軍第一名 過去世紀 大家細數下來可厲害了 包括深澳他說用的煤 這個煤炭是乾淨的煤 全世界大概只有 從他嘴巴裡才講得出來 是乾淨的煤 當台南淹水被劈的時候 他說請批評的人 當上帝看會不會淹 這是老天爺決定的下雨 我也沒有辦法控制 再來講到議會這件事情 當時當市長期間 不願意進議會 抵制了234天 最後再進去當然是為了登革熱 還有被監察院彈劾嘛 結果他就說黑金改革有成果之後 今天所以進到議會來報告 話都是由他來說的啦 那大家信不信 就是大家的決定囉 那麼這一次呢 違建的事情再次成為矚目的焦點 他出來解釋的時候 他說這個是老家的礦工工僚 在1971年左右這個時間點拿到門牌 只要有門牌就代表是既有的存在 就是合法的呀 沒有違不違建的問題啦 那可是大家都知道 基本的法規概念 違建也可以拿門牌 門牌涉及了很多地方政府 收稅收等等的問題 所以有門牌不代表就不是違建 那當然現在已經有礦物局 出來幫他說 其實有可能會落就地合法 等等的各種可能性 但民進黨發言人張志豪 導向了一個方向來討論 他說這是為了選舉政治鬥爭 欺負辛苦一輩子的礦工家庭 哇就講說是礦工家庭被欺負了 也許他們家是礦工出身 但他現在可以被看成一個弱勢的礦工家庭嗎 這個礦工家庭很厲害 因為過去他自己是台南的城大醫院主治醫師 他的侄子童子偉 還是機動市議會的議長 他的妻子現在在台電南區營業處當課長 高雄新達電廠 還有賴清德的舅舅童勇 他是在慶安宮當主委 這一家人 請問還有人在做礦工或是 莫非是挖到大秘寶 所以都很有成就 所以一對比大家網友都在討論 柯文哲老家被台派側翼 檢舉鐵門還有屋頂曬衣服都有違建 那麼立刻這就是新政治國昌2.0 相比之下就變成又是礦工的議題 又是本省跟外省的議題嗎 大家會買單 老家的違建爭議 現在被控逃落稅財產申報不實 綠營說當時根本沒有辦法可以申報 而且價值不高 因為在土地取得的時間點 是賴清德在2017年8月2號 繼承取得的 到了2011年1月送給他的兒子 所以中服84號這一棟不是賴清德的 不然是誰的呢 所以知情人士很多的分析都認為 賴清德在2009年當立委的時候 財產申報就已經繼承了土地 還有房屋喔 可是為什麼只申報了土地 沒有申報房屋 就是明顯申報不實啊 不過當然也可以想像 因為是違建 假裝沒有申報 但是他住在那裡啊 他當時也常常在那裡接受訪問等等的 難道不用解釋嗎 財產申報沒有不實嗎 還有民黨的黨務人士幫他回應 他說賴清德老家203年因為漏水 因為房屋很老舊 才從公僚去改建的 所以沒有法令可以去申報 如果你想要做其實去申請去申報 絕對有程序可言嘛 黨務人士說那個時候只是公僚啦 所以只申報土地啦等等 那甚至側翼要想盡辦法幫他來解釋的時候 還有粉磚喔 很強大 粉磚說你要想想喔 那個房子旁邊的老榕樹都可以幫他作證 因為小時候賴清德就在那裡爬樹 在旁邊跑來跑去的 所以老榕樹都可以證明 看這樹多少年了 就可以證明這是一個老房子這樣子 所以看看 連榕樹都可以傳到法庭上作證了嗎 那其他韓國瑜 嚴寬恒過去的什麼 嚴寬恒的817招待所的 就拆掉了 那所謂農舍被說豪華 旁邊有加蓋的籃球場等等的 通通通馬上也就拆啦 那至於賴清德呢 我們就看看 他有可能做正確或合法的選擇 還是又有另外一套 可以話術來解釋他的合法性嗎 亮哥 這個賴清德不能夠用他以前 講過別的事沒有回應 然後就來合理化EUE那個事情 EUE當一年我跟你講 國防部早就有規劃 有一半要去當海岸守備旅 所以就是要攤頭決戰用的 所以本來就是有風險的 他可能要在壕溝 丟手榴彈 這些都是必要的訓練項目 結果他講了一次 說EUE不會上前線 然後後來一定是有人跟他講 說你講錯了 然後後來就不敢講了 這個明年就有9000多位 EUE一年役開始 然後到2026 一般估計大概會累積到 5萬多人 所以你是要當總統的人 三軍統帥 這個議題你應該要說清楚 我覺得他不能回避 他應該要出來講 就是未來這些EUE 蔡英文還給他加薪 加到2萬6 我們以前當 一年10個月才領3000對不對 你領到2萬6 那該做什麼 國家給你什麼任務 這個就是要清清楚楚 這個我覺得沒什麼好講的 至於他的那個房子 我覺得是這樣 一開始就是在變說 那個地上物 那跟他沒有關係 後來人家就發現 他土地有申報 地上的那個合法房屋 他就沒有講對不對 這第一個漏洞 第二個是 這個就是卓冠廷幫他講的 說他那個房屋有改建過 改建呢 合法房屋只要門牌就可以了 就自然繼承了 既有的那個 不溯級既往那一塊 可是新北市就亮出了規定 說合法房屋的證明的處理要點 那八項並不是一項就可以了 要八項都要提出證明 他顯然就是沒有辦法 建築執照建屋登記證明等等 總共有八項 完納稅捐等等 如果他有辦完這個程序 當時取得合法房屋的證明 那當然就是 博索吉那個違建的既往 可是他沒有辦 他沒有辦妥 你有沒有曾經試圖申請過沒有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就是 你明明就是 你可能是疏失了 我也不會認為說 你故意占這便宜 因為以他來講 他確實偶爾會回去他的故鄉 因為他滿念舊的 這是事實 可是就是犯了錯 犯錯需要這樣硬拗嗎 當年韓國瑜還不是把雲林的 給拆了對不對 那顏官員也拆了 這一大堆人都做過類似的事 而且柯媽媽我看 眼看也是要拆吧 那個都是多蓋一點 跟整棟不能都 這個都已經被聚焦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真的不要硬拗 這個你有必要這樣 就是錯了就錯了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而且這個對他來講 這也不是多少錢的事情 對不對 就是要不要守法的問題 拗得過去嗎 慧文哥 你覺得 這個 剛剛亮哥提到這個兵役的部分 其實這個是蔡總統 在美國的壓力之下 不得不做的決定 這當然對於賴清德的選情 理論上是應該 很大的壓力 所以你看侯文儀他第一次 接受媒體專訪 其實侯文儀本來是要去 參加淺秋的節目 結果被硬生生的被取消 這樣不是 沒有 我講的是真的 不能講嗎 不是 我知道要取消 但我不知道說是這個原因 不是 因為金小刀操盤 就把你取消 我講我負責 沒錯 這個是 我不是要幫淺秋製造敵人 但是金小刀很會得罪人 這是真的 然後結果侯文儀就跑去參加 邵康暫停室 他就拋出了這個議題 結果他拋出這個議題之後 結果被美國罵 他馬上就改口了 我沒有反對一年的兵役 然後金小刀還親自出來 開記者會 這個就是你怎樣 就是說 你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你是應該要得分的 因為你本來在邵康暫停室講說 如果我當選總統兩岸和平的話 我會把一年的兵役 改回四個月 結果AIT則是打個電話問一下 侯文儀跟金小刀就方寸大亂 我們沒有反對什麼的 結果就像剛剛亮哥 講的這些兵役的部分就說 你該得分的 結果你其實 你反而沒有得分 你看下禮拜就要訪美了 又要訪美了 不能讓美國人不高興 所以我覺得這個 你民調開始一路落後 也不能怪別 我比較用這種違建之亂來看 其實一開始是柯媽媽 這個又跟淺秋有關係 不曉得是因為淺秋去專訪 為柯媽媽之後 四超貓他們就去救 這個這個 這頂端的空間 照柯媽媽講法 這不是在住室 只剩柯媽媽跟柯爸爸 住在一天 他不會住到處不定 這在內衣的 晾衣服的 所以你說柯文哲 這個是違建 我違建化掉 我不認為這個是違建 你說這是內衣就贏 他是這間 他是這間 你說這間是違建 你說這間 這間這樣叫違建 還是你要說柯P引導樓上 這叫違建 這個是豪宅嗎 管理人們這是不是豪宅 這當然不是豪宅 這怎麼會是豪宅 豪宅跟神之鄉 豪宅跟神之鄉 你說這個有什麼公共安全的疑慮嗎 我也完全看不出來 這到底跟公共安全 有什麼危險 什麼會影響到什麼逃生 或影響什麼 怎麼造成鄰居的什麼 我也看不出來 還是像昨天大直那個 整個塌下來 應該也不至於吧 現在問題來的是說 他不是那麼重要的事情 為什麼會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把源頭講清楚 就是民進黨的側翼 好 想要建功 好 我來修理柯文哲 修理柯媽媽 我覺得四叉貓這一次要好好的檢討一下 因為這個東西我覺得沒有意義 但是我的結論是這樣 因為下個禮拜獨立參選的要 零表 要開始零表 我請觀眾朋友拭目以待 有多少組會去零表 你不要以為他 只有郭台銘會選 我相信不只 會有其他人跑去零表 第二個你可能會覺得說 很像民進黨沒有在打人 這是因為這一次的選舉 跟上一次不一樣 因為上一次到了7月15 韓國瑜贏得初選之後 國民黨一定確定提名韓國瑜 他不會有其他的這個 可是因為這一次 有三喀都 細喀都的這種可能 所以我告訴大家 我的研判是民進黨 他還沒開始打你 他要等到11月底 中選會登記確定 你藍白河或是在野大聯盟 你推出來是誰之後 假設總統是郭正亮 我就開始打郭正亮 我把郭正亮主中18代 通通挖出來 如果他是總統候選的話 民進黨的答案 那我現在不急著打 因為我現在一直打郭正亮 搞不好他是副總統 我打他幹嘛 搞不好他根本沒有要選 所以民進黨是還沒有開始打你 而不是國家機器沒有動起來 大家不要誤會了 王宣同意 現在還沒有真的到熱戰的時候 教授 我覺得這裡面最 讓我覺得最不要的一句話 就是民進黨發言人張志豪講的 怎麼為了選舉政治鬥爭 欺負辛苦一輩子的礦工家庭 民進黨就是這樣 得了便宜還賣乖 大家記不記得上一次賴品雲 在跌倒假摔事件 他們一開始就說 我是用肝炎症 病友病人的身分來出席 民進者都欺負我 還推我害我跌倒 一開始你這個賴百義 記得利益者就在扮演悲情 讓人家覺得很令人作惡 你知道嗎 民進就記得利益者 還在那邊搞鬥爭 說人家欺負你 現在的說起也一樣 這個真的非常噁心 因為我自己也是民進黨這種 鬥爭下的受害者 我現在很能理解 為什麼館長說 自己被民進黨欺負之後 才知道民進黨多可惡 我跟大家講 去年我們行政院的 那個新住民發展基金 這是馬英九總統 跟毛治國院長 是有成立的 照顧新住民 總共有10億的這個本金 去年這個新住民發展基金 開了一個標案 研究案 就是要做越南語跟印尼語的資料庫 這是我們台灣新住民的兩大語言 我們到現在都還沒有像 越南語 印尼語的字典 這方面的東西 那做這個資料庫 第一次發標的時候留標了 因為技術困難還蠻高的 那印尼語部分 畢竟我是 我自己是中華民國為二的 會懂印尼文教授 所以我後來找了成大的 一個越南裔的新住民 阮清禾教授 他是中文 英文 台語 法文 越南文都很厲害的語言專家 然後我們兩個又都是 中華民國考試院的 那個國家考試的點事委員 那我們的資格當然是OK的 但是我們去投這個研究案的時候 就不斷的被打槍 被拒見 最後我們發現 得標的是另外一組人馬 不是我們 而且得標那兩個人馬是 不會越南文 也不會印尼文的兩個老師 一個是老師 另外一個老師都不是 是一個台南通議人員 我們覺得莫名其妙 然後我們就去看一下 為什麼花敬群 那時候代理部長 直接把我們拒見 給了另外一組跟越南文 印尼文 完全無關也不是新住民的人 然後我們當然去申訴 申訴結果行政院 內政部有回函是 不給你看 有審查會議 但是會議進入 不好意思 不能給你們看 可以給你們看什麼呢 審查表評分單 但是各位評分單 我們內政部給的是空白 我可以給你看空白評分單 但是什麼評分的不跟你們講 然後我覺得這個好奇怪 那我當然就是上法院要告 但是我覺得上法院之前 我們要查一下 到底對方是何方神聖這麼厲害 結果一查之後不得了 這位張老師本身還好 但是我查一下 他們有一個台灣新住民人權協會 這個協會很神奇 他是親民進黨的 而且主要人物都不是新住民 這個張老師就是那個 不會越南文 不會印尼文 但是可以得標的那一位 那上面他那理事長 這個楊先生 楊聰聰是誰呢 他就是上次立法委員 民進黨提名的不分區立法委員 然後這個整個協會 就是跟民進黨的關係非常好 大家都知道 民進黨的不分區立委的一個提名 就是看你有多少的協會推薦 這個就是民進黨 他們自己人養的協會 平常去爭取外面的標案 拿得到就拿得到 如果拿不到的話 就是在選舉的時候拿來 去拱民進黨的人 去爭取不分區的位置 所以各位你看 蔡英文跟你說什麼 新南向政策 蔡英文你新南向的屁 賴清德 你說什麼 照顧新住民照顧的屁 到最後你們拿新住民 發展基金的錢 排擠新住民 照顧你們親綠的皇家國慶 我想請問一下花俊群部長 還有我們蔡英文總統 你們怎麼有臉面對新住民 怎麼有臉欺負新住民的同時 還說人家在欺負你們這個礦工家庭 真的是得了便宜還賣乖 這個羞恥度很可怕 的確如果標案要拿到 有的人比登天還難 搞不好一輩子都拿不到 有些人好簡單 從淡的例子就可以看得到 是不是落差很大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